Hi 都是鴨鴨 前陣子我突然很想買行動電影園 然後一爬我們發現哇塞 實在是太多種選擇 然後每個平台熱賣的都不一樣 到底要怎麼選 最後我想想好 乾脆都買了來做評比 這次我就精選五款 我先跟大家分享我的挑選標準是什麼 第一個當然外觀不要長得太醜 然後我是希望比較偏輕薄型的好攜帶 那我這次做了功課之後才發現 原來電池有那種電池容量跟額定容量 額定容量才是你實際上充可以充多少 通常這種5000它額定容量都3000多 然後如果是1萬的 它額定容量都一樣6000多 如果大家想要看確切能充的這個量的話 還是看它上面的額定容量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一般這種行動電源的習慣 其實我出去不是那種一整天狂用的人 所以我如果充飽電子出去 其實可能只是幫晚上會沒電要充一下而已 所以對我來說5000其實就非常的夠 因為我不是什麼3C達人 我不太知道什麼瓦數之類的術語 但是我就是直接實測去充電 然後記錄一下多久可以充多少 像這種5000mAh的 我iPhone 15 Pro 充它電滿 然後我iPhone 26% 可以直接一路充到98% 然後榨乾它 所以大概一顆我可以充70%左右 選手1是這個飛利浦的 因為這個不管在哪個平台 竟然都非常熱銷 可能是因為是大廠牌吧 特別的安心 那這款的特色在於它整個翻過來 後面有一個支架 這個支架你可能可以立著看東西 或者是橫著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支架好像是金屬的還蠻硬朗的感覺 只是它這個橫放的話跟手機有點高低落差 我就會覺得有點歪歪斜斜的 前面四個燈呢 是指示它的剩餘電量有多少 然後呢它其實有兩個輸出的地方 第一個呢是從前面這邊插的嘛 第二個呢是藏在這個假裝飾吊飾的裡面 其實也有一個孔 它可以打開來呢 又可以充第二台手機 好然後優點就講完了 然後講缺點 它充得好慢 超慢的 它10分鐘只能充8% 這樣子一個小時才能充不到半支這樣子 是不是聽起來好像還好 但是沒有 我等一下跟其它的比 你就知道它有多慢了 其它是可以快它一倍以上的耶 所以我就在思考它電池容量這麼小了 它還要兩個輸出幹嘛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真的不是特別優異跟突出的 應該呢 就在於它的價格最便宜啦 好下一位是這個 Photofest 這個呢是因為我之前有買過一顆 然後那個電池好像被我操爆了 已經壞掉了 於是呢我就買這個是最新版的 長得比較簡約一些 這個奶茶色超級可愛 但它其實有很多顏色可以選擇啦 它呢一樣就是蓋子打開之後呢 這邊呢是可以直接充的 然後呢它側面呢也有一個孔 側面的孔啊它不只可以充這個電池 它還可以輸出的喔 所以呢如果你朋友有帶線 然後不是這種孔的 你們是不同孔的 它還可以接電一下 電量顯示的話呢 這個就是數字顯示的 會再精準一些些 然後這一款還有個特色就是 它後面竟然有補光燈耶 好神奇喔 但是這個我一開始測試還想說 這麼小到底是有P用 就它如果你在光線啊 例如說已經有光 只是可能沒那麼亮的時候 它真的沒有什麼用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真的很暗 身手不見五指的地方想要拍照 它拿來補光 是真的還蠻好看的 它可以呢補出一個均勻柔柔的光 不是很死很硬 像手電筒那一種喔 然後如果呢你在例如說 身手不見五指的地方呢 你要看樓梯 欸它其實也還OK耶 就是你可以大致看到那個樓梯的位置 有一點柔柔的亮度 或者是你在暗的地方啊 找包包裡面的東西的話呢 它也是OK 而且呢它這個光很神奇 就是它有白光自然光 然後它有閃光 可能可以擺著 然後不知道耶 警告別人這裡有什麼還什麼 就是有一點警示的 作用的那種燈可以在那邊 在充電部分呢 它是快充 它充的可真快 它10分鐘呢就可以充20% 那我一開始充電它是低電量嘛 所以它充起來很快 確實會有點微微發熱耶 就是我的手機啊 這邊會有微熱 然後這個是熱 但是不到那種燙手的狀態 所以呢我覺得還OK 而且呢 它一量電量啊 充得比較滿的 高電量的 它好像就會放慢速度 然後就會開始降溫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 不錯的口袋充電選擇 但是 下一個也很厲害 這一個 iwork 第五代 這個是蝦皮裡面 最最最最最熱銷的一款 它呢也有很多顏色可以選擇 但是我會區別 剛剛的奶茶色之後 選了黑色了 它的造型呢 也是還蠻簡約的嘛 然後也是同色系的搭配 然後呢 前面的電量啊 也是數字的這樣顯示 然後呢 插口部分啊 我覺得現在其實插口都蠻好 它會做有點拉長 所以呢 就算有手機殼插下去也不會卡 側邊的部分呢 它這個接口是只能輸入 只能充這顆行動電源 所以呢 你不能跟朋友一起分享這個接口 但是呢 但是呢 我發現一件超級棒的事情 就是它這一個 直立式的這個插口 它也可以直接充耶 就是等於說 這個是可以輸出又輸入的 接著你如果 你知道嗎 你在路上看到 那喔有這個可以插的 直接插下去 你就可以充電了 很happy 然後它充電的時候啊 這邊會有一個小小的燈這樣亮 再來呢 充電速度最重要的 它10分鐘可以充多少 充21% 其實跟剛剛那個差不多啦 但是呢 都是充很快的 而且呢 它的發熱程度 比剛剛這個 再更低 如果到燙手的程度啊 是十分燙的話呢 這個呢 大概就是七分熱 但是呢 這一個大概是三分熱而已喔 它一樣在手機低電量的時候 會爆充 然後呢 就會比較為發熱感 但是呢 手機電量高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冷卻下來 慢慢充了 那我覺得它真的是 口袋充電裡面啊 蠻優秀的一款 就是它充得快 然後又比較不熱 它這個呢 又可以直接插著充 然後又可以直接充手機 而且啦 我發現它的包裝 也不太一樣 像上一款 包裝可能是這樣 一般紙盒 它呢 特意做了這種 很像 硬殼禮盒的耶 可能送禮還不錯吧 就會覺得 欸 有一種開禮盒的感覺喔 那口袋的講完呢 我也買了一個磁吸室的 超級無敵薄 你看 薄成這樣子 幾乎跟我的稀油麵紙 差不多大小了喔 這一個呢 是我看到的磁吸室裡面啊 這個容量 最輕最薄的一塊 它呢 就跟剛剛那個口袋的容量 是一樣的 它呢 整個長得很簡約質感 而且呢 它後面啊 磁吸的部分啊 還做類皮革漆喔 就是比較有種摩擦力 好像可以吸得更穩 然後呢 它的電源啊 是這個以燈泡去顯示的 到底還有多少電量 側邊的話呢 它有一個孔 這個是可以輸出 又可以輸入的喔 所以呢 如果你有 欸 其他的線啊 可以插著 也可以衝 它吸起來呢 是長這樣子的 就是剛好沒有卡到 我的鏡頭很OK 就不論拍照啊 這樣手持啊 都沒有負擔很多 好 然後就講完優點了 它的缺點就是 它的價格 竟然是 剛剛口袋的快要一倍耶 然後呢 容量是一樣的喔 啊這樣就算了喔 它磁吸充電的速度 也非常非常的慢 我手機放在那一邊 不動它 它十分鐘只能充6% 好啊 它那就慢就算了 因為我一直都知道 那種磁吸的 一定會比較慢 有限的一定比較快 可是呢 它慢就算了 它還給我發熱 很熱的那一種 哇 我光是好 我擺在桌上不動 它就會那種 喔 很燙 然後呢 我有一天啊 放在包包裡面 我想說 喔 放著充電啊 再拿起來要用 已經過熱斷電了 你知道嗎 手機防護機制說它太熱了 那我到底要它幹嘛啊 就是它充得又很慢 然後呢 又一下又過熱了 我就不如啊 用這種快充的 趕快充個10分鐘 就有20% 還可以撐一陣子 喔 我這吸老半天 又發熱 又沒充沒多少 就真的很噢耶 所以後來呢 我就想想好吧 那我就直接拿線啊 就插著這個 這樣子充滿 終於就不會過熱了 結果你們知道充多快嗎 10分鐘只能充5% 超慢的 就覺得天啊 這個是完全無用了吧 又買了個垃圾 最後一個呢 是我唯一買的大顆的 總共是1萬毫安培的 我原本想說 我其實也不需要那麼大顆吧 但想想 如果呢 如果是出國 然後呢 一整天都在導航啊 查資料啊 查東西啊 翻譯啊 那可能就需要大顆的了 這一個呢 是我在這個容量裡面 找到最輕的 它只有192克喔 重點是呢 它說它是日韓電磁芯喔 然後台灣製造的 它是在場所有唯一是台灣製造的 大概就是這個口袋充電兩顆的重量 欸那我剛好不擔兩顆口袋充電 喔 價格啦 它呢 只有比這個啊 多個幾百塊而已 所以呢 兩個這個還是比較貴的 外觀部分呢 我覺得小可惜的 就是它的顏色都偏man 這眼睛是裡面最淺的一個顏色 是這麼飽和的一個橘色 是蠻都會感的啦 然後它其他顏色是那種 超深紫跟超深的藍 它呢 電量是靠前面的燈顯示嘛 顯示幾顆啊 剩餘電量多少 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 它充電的地方 這個是彎彎的 我一開始想說 這應該是什麼 神奇的貼心設計 但是呢 就又有一點就是 東卡卡 西卡卡 我如果擺在桌上啊 它那個彎是 要嘛就是凸起來 要嘛就是翹起來 然後呢 你其實可以這樣子掛在手上用啦 就是還ok 我感覺它是想要很貼心的 就是角度要喬對就好了 然後呢 它側邊兩邊啊 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兩個孔 它有一個是USB 一個是Type-C 然後呢 這三個都是可以輸出的 所以你可以同時刪開 不過啊 比較可惜是 輸入的話 就是充這顆電池 只能用旁邊的這個Type-C充 那充電速度呢 它10分鐘 可以充22% 是不是超讚的 但是呢 我有發現啊 如果它在充電的時候 你在一個很安靜的房間裡面 你會微微聽到一點這種 電腦在跑那種 稀稀屬屬的聲音 滋滋的聲音 總之呢 我覺得它真的是 價格不算貴 然後容量大 品質好 然後充得快 然後又不熱 是不是非常的讚 我覺得硬要說 它唯一的缺點 應該就是 顏色很硬派之外呢 如果它可以有磁吸充電 是不是更棒了 因為現在很多大顆的 就是又有線 然後又可以插 又可以磁吸的 這個呢 絕對是我出國 要帶大顆行動電源的時候 就會帶著它 今天介紹的這些所有呢 它的頭啊 其實都有不同廠牌適合的口 所以呢 不是只有適合我這個iPhone 15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分享 我精選的行動電源們的評比呢 那我自己覺得最推的 當然就是這三個啦 口袋充我真的很喜歡耶 因為呢 真的就是這樣子插著啊 充電比較快 然後這兩個的選擇呢 可能就是呢 你想要完全不發熱的 那就選它 而且呢 它這個頭 也可以直接就充它喔 那如果呢 你是想要有補光的 稍微打光在超暗的地方呢 有一道光的話呢 這個就還蠻不錯的 最後呢 大顆的這個 我也是覺得蠻驚艷的 拜託呢 多出別的顏色吧 或者是呢 這個牌子 如果它出這種口袋的 我也會買耶 那以上就是這樣啦 如果大家有用到什麼 超厲害的行動電源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喔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掰掰 掰掰